到了二三的时候,有的时候,你看这个一条,您的腰端做得很明显 一条,腰块的时候,这个腰也是转 庞老师,就是说松的话,其实就是腰以上都要放松 腰以下的话就要往下沉,实际上他们两个是对拉的一个劲儿 腰一定要缓,腰一定要松 因为这个腰是转换,都在这个腰上,包括人的重心也有 重心,重心,重心都在腰上 腰怎么能松呢? 假如我施加一个力量的话,它是能够旋转的 旋转,所以你要是硬了,它就成了一条线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肘 而且过去腰块,不是画圈的时候,咱们就讲 不管正好,到了二三的时候,有的时候,你看这个一条 你的腰端做得很明显 一条,腰块的时候,这个腰也是转 它这个所谓的开极拳,好多人推不动的 是不是就是腰当的一个旋转? 一个是腰当旋转,玉立旋转,再一个就是 就是咱装供的时候,刚才这个松沉 把对方的力量,沉间坠轴,汉双八倍 经过这几个动作的力点的转变 把对方的力量,你撑住点,你看 我慢慢的给你加力量,你要不要弃柱 不要弃柱,我给你加力量,你要把这个劲儿 从这边动了,先不要动 松腰沉到脚后,你得平时站装的时候,就有这个动作 对吧,这是前往来的力量,下压的力量 听我清楚,听我变这个力点,要把重心放在脚底下 这是每个动作,一定要调,活腰,腰一定是活的 腰硬死了,什么拳,所有的拳,必须是腰是活的